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个概念 是其实在重心的单元就应该要介绍了 但迟迟没有介绍 那这个概念叫做说 一个物体它所受的重力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好像作用在重心的位置 像是这里有一个棒子 那它其实可以切成好多小段 那每一小段其实有受到 都有受到重力 都有受到地吸引力 那可是我们前面说呢 你如果用去找出它的重心 就是说你可以在某一点的施力 施力刚好撑住它的整个重量 那那一点就叫做重心嘛 那我们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 撑在这边 然后这边刚好是它的重心 那就是你出的力量 刚好就要等于它的重量 大小一样方向相反 那它的重量呢 就刚好也是在这条线上 就好像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 看成是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上面有 你施的力 然后也有整体的重量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把整体的重量呢 视为好像就是在这一点上 因为从实际上就是你撑在这点的时候 你真的是把它的所有重量都撑住 然后它也的确没有翻倒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它的整个重量也 它的整个重力也方向也是穿过这一个点吗 就是像下面这张图啊 如果今天它没有翻倒 如果是长这样子 这两个力如果没有在同一条线上 它就会旋转嘛 但是它现在一定要同一条线 它才不会翻倒 所以你就可以把整体 每一个小部位所受到的重力 全部的重力加起来 好像可以视为作用在重心的位置 那你在这个位置提供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跟你的重量一样大 就可以把整体撑住 所以呢 物体所受的重力 可以视为作用点在重心位置 注意哦 这只是视为哦 它并不是说 整个物体就只有那点有受重力哦 是视为把所有的重量集中于那一点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重量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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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概念 就是物体所受的重力 就是物体所受的重力可以视为支力点在重心位置 对呀 哇 优优员